來,歡迎各位跟我們分享 張華拉嫩 好,首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非洲班的總球張耀人 然後跟大家說真的抱歉 剛才我們紮實夥伴可能講的比較嚴肅一點 氣氛弄僵了對不對 沒關係沒關係 聽到音樂了嗎? 那你知道我們現在要幹嘛嗎? 快點,有什麼? 來,大家站起來站起來站起來 準備好了嗎?我們要復習剛才的動作喔 警察有時捏捏 好,也是一樣三個動作還記得嗎? 第一個動作是兩手 打開 然後蹲,左蹲,右蹲,右蹲,左蹲,右蹲,左蹲 然後頭擺起來這樣子吧 然後最後也是雙手合十的 OK,好,那我等你們用麥克風囉 好,稍微復習一下,準備一下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喔 好,謝謝 準備囉 雙手打開 右 左 回來 右 左 往前 右 左 說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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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晚上嘴不夠快樂嗎? 對啊 還有一點長 有點累 因為我一直覺得啊 焦點是一個我們在這邊可以分享理想和想法 還可以分享快樂和真相能量的地方 對吧 那現在想問大家下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晚上回家睡覺 早上起來來到自己的工作的場所 來到自己的學校 大家就上課 你們還可以繼續保持這樣的情緒嗎 可以很快樂嗎 可以 可以嗎 大家好像沒有那麼的確定 對其實呢 很不好意思跟大家說 我覺得對我老師這答案算是否定的 因為呢 跟我今天來講非常主題有關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不敗樂的國家 對 大家來猜一下這兩個數字囉 OK 好 OK看到了嗎 八點九二十五要不要猜一看這是什麼東西 先說這不是民調嗎 哈哈 大家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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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關係 這八點九呢這邊有個憂鬱的人就是坐在這裡抱著腳 這代表是憂鬱症 我們全台灣呢有八點九怕的人患有憂鬱症 也就是說我們十一個裡面有一個 那我們在場呢可能只有六七個以上有憂鬱症 中度情度不等 只是你們不知道 那這下一個呢 首先二零五的意思呢 就是 每二零五個小時 就有一個人死於殘殺 這是台灣之間發生的事情 對 所以這首結論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不快樂國家 所以很驚訝很驚訝對不對 那我們來點笑容吧 好 好 然後看到親切的笑容 心情我們比較好一點 這是一個非洲人的笑容 讓我們講得更清楚一點 這是一個非洲愛知病患者的笑容 很懷疑耶 為什麼我們沒有愛知病患者會笑這麼燦爛 對 那我跟一個斯華先生的朋友聊天 就是之前說的Shenan 他跟我說 其實他們面對這個愛知病的方式 跟我們想像不太一樣 他們不是去樂隊生命 他們不是去放棄自己 他們去想說 欸 我現在還有多久可以去陪伴我們家人 我這樣還可以多久可以享樂 可以享受性愛 可以 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那我要選擇要不要吃藥 那要去算我還要多一點時間去過我的人生 因為他人生每一刻都是快樂之餐的 所以呢 我覺得非洲有一個很大概念呢 就叫做除了快樂也無所求 欸 奇怪了 我們對非洲的認知不就是 獅子啊 沙漠啊 病童啊 或是一些傳統部落對不對 對 那怎麼會跟我們剛剛說的一樣 這些事情 我們的認知全部都對 不過這只是一部分 中間呢 還有包含了這個 看到嗎 這是非洲的城市喔 過閒境吧 有點可怕 然後左下角呢 是一個叫肯亞的國家 90%以上的人都擁有手機 那在右邊呢 這是一群非洲大學生 面點力開心的笑容 這些呢 也只是一部分 還記得201年世祖嗎 剛剛跳得很累的那個對不對 那還記得 埃及也是一個非洲國家嗎 那還知道 全球第二大的電影製作地 奈萊烏 只有也是在非洲的奈及利亞 這些都只是一部分 這個故事呢 告訴我們所謂的 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雖然我們對那些計畫 什麼獅子三毛的認知都是對的 不過這只是一萬種文化一萬種現況的其中一項 那如果我們忽略了整個非洲大陸的全貌的話 就會造成一個思想的危險性 這叫所謂的盲點 那也就是可辦影像 這個是我們非洲保全第一個要破除的東西 那接下來要怎麼破除呢 讓我們來舉個例子好了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非洲有個部落 當裡面有族人做錯事情的時候 他們會做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好 那我們現在要徵求一名自願者 有自願嗎 沒有 有自願嗎 好 那我們知道 請我們的 原理三秒鐘 然後想一下跟大家大聲說出 你這輩子最壞的事情 一 二 三 講契約會的壞話 好 這個是夠壞吧 壞頭的救命 好 那個 那個 族人這時候就會把他圍住 團團的包圍 那這場地的關係可能不太方便 但我們已經要走到人群的中央 那我們移到位置面向他 然後大家跟我說的做 首先讓我們舉起激動的手指頭 然後激動的向他 然後用激動的 激動 然後就激起那個扭曲的臉龐 然後用力也很大聲 然後他說 你好棒 來 二 三 一 二 三 你好棒 OK 那我們先 焦點先不要在阿楓的帳下 TVD看一下 OK 那我們掌聲謝謝阿楓 謝謝 好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男朋友的部落 他們會花兩天的時間 對做錯事的人圍著他 跟他說 他所做過的所有的好事 神奇吧 因為他們相信 人性本善 人之下是良善的 會做錯事 是因為 他對於自己追求良善過程的不了解 所以做錯事算是一個警訊 算是一個求救 所以村民藉由說的好話 然後就會把他轉回來 讓他再歸強良善的行列 對 總結以上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我們對非洲跟阿楓的了解 可能是一個苦典 包括前期化 或化阿楓病 當我們是像 那些幸福的部落吧 祝福別人的部落 像看那個 開心燦爛笑容的阿楓病患吧 讓我們覺得 非洲變成一個笑臉 對我來說呢 非洲是一個 苦難愉快的 非洲的地理環境 它是一片殖民 或者是非洲人本身的天性 可能造成他們經濟成長 一些生活困難 但我也是很難得可貴的 他們在這樣子的環境下 都可以保留最純粹的快樂 這個我是覺得 是一個我們現在的台灣人 很缺乏的一個東西 對 那為了達成這樣子的理念 為了秉足大英故事的危險性 為了去學習 宣揚出了快樂別無所求 還為了先讓我們 扎實活板說的 為國家領航的夢想 所以我們成立了非洲邦 那非洲邦想要做的事情呢 主要跟我們計劃就是 第一個 當地小孩子的紀錄採訪 然後把它帶回了給 我們的台灣的朋友 台灣的小朋友知道 他們學會什麼叫知足 那接下來呢 也有進行台商採訪 藉由他們對當地的 工作環境的了解 去找尋一些快樂的總結 好那除了個人任務之外 除了共同任務之外 我們也進行個人任務 總共十幾個旅行家 會進行 非洲七個國家的旅任務 那包含了 自然人文 社會企業 創新卷起 還有醫療光環 好那除了實體的任務之外呢 我們也會進行網路的 我們也創辦了一個網路 全台灣最大的非洲諮詢平台 叫Lightin.com 從非洲看見台灣 對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平台呢 去建造 台灣和非洲人之間的一個橋樑 好那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欸等一下 你們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對不起 現在就結束了嗎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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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結束 我相信啊 團隊的力量 勝於個人的力量 所以我們創辦非洲吧 那我更相信 群眾的力量 更勝於團隊的力量 所以 還說你們現在幫幫我們 我們現在呢 有兩大需求 第一個是我們在 剛剛說過 再過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就要去非洲了 所以現在就很遲到沒有人顧 如果有人對你找 尋找非洲新聞 非洲資訊有興趣的志工 可以來找我 那再來第二點呢 我們在 謝謝 這次的日期 這次的日期呢 是要再報寫一個專案 很榮幸跟大家說 我們目前呢 贊助的金額呢 已經到了 8.2% 對 然後 這呢 截止的日期呢 到現在 只剩下 24天3個小時 22分65秒 對 所以 非常的 結局 對 我們之後呢 會準備一個電腦 雜世已經準備好 已經開了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滑自己的手機 也可以看我們 整個電腦 然後給我們解釋最後一遍 好 以上是我們的 謝謝 謝謝 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阿倫蠻厲害 就我們 另外一晚的東西 他上次就有來 所以我都要一張蠻深刻 因為我覺得 我上次覺得很棒 我覺得現在台灣就需要蠻多東西 這樣 不是每天都要去用破壞的工資 去改造 就是打造這些想要的台灣 而是 透過你去製造 另外一個Move們 他們就是製造的 非洲方出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下個分享 有製造的 我剛剛提到有關